到福建疫情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今天来聊一聊 没有一开始就聊 主要是因为有很多需要的 必须的我们能得出更多结论的信息 还没有放出来 那么现在已经是得到了 表示现在到底有多少的视线受到影响 这个病毒的传播 传播了多久 到底是什么毒株 我们现在都已经得到了这个信息 首先看一下这个地图 福建省的地图 那么漳州市 厦门 泉州 莆田福州 有一个像要往外 视线扩散的一个趋势 是非常明显的 宁德现在没有 但是已经扩散了 这个防疫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的政府响应是非常及时的 但是专家也提出说 本次疫情已经隐蔽传播了十天之久 才最后被发现 给我们了非常多的启示 也提示了我们之后的 这个疫情长大化工作 有非常大的挑战 就在于我们主观上 是希望防疫防好的 但是病毒在变化 我们也要科学的 按照这个东西来 转变我们的防疫方法 那有一些方法 是我们要学习和提告了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么湛湛认为 本次疫情已经隐蔽 传播十多天 有两种推断 我们看一下人民日报 推出这张图 认为了疑似境外失误病例源头 林某某 他和他的儿子 妻子 整个一个怎么叫 同学兄弟 谁谁谁 协厂员工 这类传播关系联系起来 应当是清晰明了的 目前来看说是疑似 很大一个疑点 就在于右边方框里面 它是8月4号 从新加坡路径下门之后 集中隔离的14天 再回先有集中隔离的7天 这就21天了 然后居家检测7天 这就28天了 都没有事 9月10号核算阳性 我们知道Delta变异和普通的新冠比起来 和B117比起来 他的潜伏期是更加不确定的 更早的就能开始传染他人 但是如果我们加加检测的话 从8月4号 假设到8月4号 其实已经感染新冠了 到9月10号 他才测出阳性的话 整整38天的潜伏期 假如这是一种假设 真的就是Delta变异 在联盟某体内 处于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原因 他的潜伏期能到38天 那么对我国宏观防疫 任何入境人员的隔离时间 可能都要进行大的调整 这个影响的不是一个人 影响的一群人 而且我们接下来就要问 那个问题是假设 在这个问题下 38天潜伏期 那有没有可能是48天 58天 68天 那有人就打去说 干脆入境隔离100天算了 是吧 隔离三个月 那三个月的隔离 对于人的流动 可以说是巨大打击了 更不要说 我们现在来看 大概是28天的健康检测 加上隔离 林某某 其实在家还 居家隔离和健康检测 如果真的要搞到什么 100天隔离的话 30天在家检测 那你的家人被你感染了 我觉得我是健康的 我的家人是境外来的 难道连家人也要一起隔离吗 那家人不要工作了吗 都是问题 横观防疫上面是一个挑战 这个是大的方面 政府的防疫方面 就小的方面 就林某某的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肯定要往这方面去排除可能性的 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 你怎么体质 就这么特殊的delta 能在你体内潜伏38天 就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有没有什么 得过什么病 激素异常 也是饮食习惯 还是作息 导致不知道怎么回事 delta在你体内38天 我国这么庞大 人口出入境的量 这是第一次 我们听说 有一个健康检测完了 潜伏期38天 居然能阳性 我们可以认为 这是极少数世界 但是考虑到delta 非常强的传播性 还有非常高的载毒量 甚至它载毒量可以高到 我假如是一个delta病毒携带者 我之前在这里的环境 我走了之后 这个环境能传人 或者说我接触到的物 我摸了一个什么东西 误传人 那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广泛 所以广州疾控 他们对之前delta防疫的时候 谁叫米接 什么叫米接 这不光是你跟他人接触了 这个人 比方说他出门吃碗面 吃面的那个面碗 摸过的那个桌子 都要精确的找到 所以说假如是第一种假设 它真的就是潜伏期38天 到底怎么是38天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原因 这个是科研的问题 第二个可能的假设 也不是什么好假设 也是个巨大挑战 就是交叉感染 什么交叉感染 就林某某他去入境的时候也好 开始集中隔离的时候也好 他都是阴性了 他没被感染 那他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 通货去回溯 他入境航班上面 别的后来确诊阳性的乘客 我们发现有一个叫张某的 这个张某呢 在我们重新看一下这张图 林某某是8月19号回先游集中隔离的 那个张某是8月18号新冠确诊阳性的 那么我们考虑到8月18号的时候 这个林某还没回先游 他们两个假如是在厦门一起集中隔离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17号18号的时候 因为我结束隔离的时候 我要做血清检测的 我要做核酸的 那么他俩通过各种方式 可以不是人对人的接触 可以是通过比方说空气传播 环境传播 物传播 那么导致张某在17号或者18号感染了林某某 刚感染 那林某去做核酸 当然做不出来 当然是阴性了 这个时候8月19号他回先游 基本上算上最后被减出阳性的时间 可以说是20日左右的潜伏期 这个就基本符合我国现在境内 潜伏期最长的病人 是扬州发现的一个好像潜伏了18天 那两个就基本上是符合 不是说那么潜伏38天 太可怕 对吧 那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也是坏消息 因为他们两个集中隔离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能被交代传染的 如果是普通新冠病毒的话 我们没发现出现这种问题 但是厦门昨天也爆出说这后勤人员发现感染情况阳性 那我们要考虑到Delta变种已经说了它高载毒量 那普通新冠病毒他可能摸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误传人几率比较低 Delta病毒的携带他可能摸一个东西 或者他呼吸的时候 讲话的时候飞沫 喷倒什么什么上面 那么这个可能让一些没有防护的人能够交叉感染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 那么对于一个封闭隔离的酒店来说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 我们不说人员和技术了 就说你这个物质上面能不能满足 做一个集中隔离酒店的需求 那对于全国上下 我们每一个地方都要有隔离 都要接受外来隔离人员来说 可以说你的这个水平肯定是两个不齐的 最基本的 你一个空气循环系统 你得是负压的吧 什么意思 这比方说 大家都是要空调吧 酒店里面有空调的 我们是见不到面 我呼吸假如我是携带者 病毒进了这个循环系统 到他房间去了 我是不是传染了他 那么这个非常简单 我丢的垃圾 假如我跟那个美军 得的硫保实验室一样 他们发现重大隐患 就是垃圾袋 这薄薄的一层处理垃圾的人员 没注意 没戴手套 或者戴个手套之后 脸上摸一摸什么东西 这个都有非常可能 或者说环境传染 你去做核酸 我去做核酸 你摸了一下这个 我也摸了一下这个 你是阳性的 摸一下我感染 酒店交叉传染的可能性 是完全存在的 我们国家这么大 这么多酒店 接收这么多外来隔离的人 你要考虑到每一个地方 酒店它这个物质条件 是不是年久失修 它这个每一个空气循环系统 是不是做得好 在人员处理 在这个物资分配 什么放饭 收饭 每一个人进出的时候 在这个走廊里 电梯按钮什么东西 如果上下楼的话 扶梯把手 是不是要摸一下 导致交叉传染 都是很有可能的 你不可能期待说 全国上每一个酒店 它都有同样的合规的物质标准 每一个酒店里的防疫人员 我们当然期待 他们经过正规的培训 但是垃圾处理 搞后勤的 就像厦门 现在发现一个搞后勤的 但是阳性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教育 那么我们能期待 每一个场所 他们给到的教育 水平都是一样吗 你就给到的教育的水平是一样 接受教育的人员 他们理解的水平 可能还不一样 那你这个是不是 还涉及到考核 抽查和监督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 这两个假设的方向 一个是它真的就是 潜伏期38天 对我们来说 宏观上面 你这个防疫到底怎么调整 集中隔离 加上居家什么观察 现在是一个月 你这还行吗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假设它是胶塌感染 那么全国上 这么多隔离场所 隔离场所里面的人员 外面的后勤人员 你这个物质上面 技术上面 执行标准 你还要根据病毒来变化 培训 你也要做到语读俱进 那作为我们国家 需要疫情清零的 摆命一书 这个疫苏我们都不想要 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福建疫情 到现在给我们两方面 最大的思考 那这个疫情本身 我们发现特点就是 一直跟大家说了 Delta的载度量比较高 传染性也比较强 所以我们发现 有不少儿童感染 我国现行的疫苗 小学生是不推荐接种的 那么对于Delta 现在假如是发生这些感染 到底打还是不打 还要等进一步的疾控部门 给出更多的意见 但是另外一个信号 我看到了 就是有一些地区的党委 已经在说要做好 第三针疫苗接种的推进 这个和我大家说的也是一样的 有的地区可能开始考虑了 有的地方慢一点 但这个还是要再三强调 各位 打疫苗不代表你不能感染 打疫苗不代表你不能感染 你是可以的 即便打了我国的灭活疫苗 你还是可以被感染的 而且你被感染之后 你还是可以传播他人的 Delta的比较厉害 打疫苗是为了保一条命 同时极大的减轻 可能产生的那种症状 就你肯定一条命没问题 同时你几乎不可能是重症 打疫苗是干的这个 所以说宏观防疫 每个人还是要出力的 这里其实我刚给有关部门 发了一封信件 希望他们能看到一个建议 就是我们可以学习 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检测 我们现在因为人多 考虑到一个百名医书 而且因为地方场所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地方 全都面面俱到 而且我们要求本土疫情要清零 要人去挨家挨户做事 行政成本时间 人力物资的输送都是问题 所以说在波士顿 生物技术比较发展 他们市政府已经和MIT还有一些生物公司合作 说通过废水来检测病毒RNA复制的样本 来检测他们现在疫情的严重与否 这个对我们是有很大企划作用的 因为废水里面出现的病毒的RNA 是可以检测出病毒你到底是哪个毒处的 而且发现这个废水里面含有病毒的量 是和每天发现新增患者的数量成正相关的 MIT去年就已经提出这个想法 但是实际尝试的时候还要重新有不同的数学模型 到底怎么样 哪个污水不能说你家污水 他家污水 还是隔着一个市的污水 全部到一个污水处理场去 那你就搞得大家全搅在一起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有新冠吗 所以说你怎么设计一个 他提出一个叫树状污水处理 按照人群聚集区 人群非聚集区来说是一种 把这污水全部聚集到一起 每天去检测污水里面病毒含量 因为我们知道新冠患者他的粪便包括尿液 都是可以有新冠病毒的RNA的 那么通过我们之前已经提过的技术PCR 就是增幅像个喇叭一样 喂喂喂听不见 喂喂喂听得见了是吧 多增幅几倍 对于我们这样要求疫情要清零的国家来说 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因为只要你有一个人他是病毒携带者的话 即便他是回到家健康检测 这个时候他的病毒开始多起来了 他已经感染了他的家人了 这一家人生活污水排到处理厂 这样一道阳性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区域有问题了 再像本次我们是随机在学校里面检测出阳性之后 再回去回溯说到底是谁干燃了 一层一层往回倒污水废水的新冠检测 我认为是远低于在学校随机大规模抽检 这样行政物资消耗的成本 最近的MRT另外一个组还出了一篇文章 专门来讲对波士顿市的某两个地区 他们叫County县诺福克 相当于博士顿市中心的市中心 他们做的这个废水检测 是怎么和每天的新增病例成就相关的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蓝色的曲线非常取值的 在他最高的时候政府实行了 Stay at home 就是不要出去乱走了 那么的的确是意识行政政策 马上每天在废水里面检出的病毒的复制的量 骤降 然后每天发现的这个新增病例 从高位增长进入了平缓上升 平缓上升他这个没有办法下降 孩子假如大规模感染之后 因为美国他还是你 医生说你这个可能回家休息 那就不管你是不是新冠了 孩子还去上课 上课之后互相传染 互相传染之后回到家 你又在家里一个孩子传染了一家子人 美国面对这个问题 那他们反正实行的是不是清零 而是非有症状不治疗不检测的话 病毒与美国人长期存在 是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一个宏观防疫中心思想 和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这边是要清零的 对于清零来说 好就好在我们看这张图的下面这个图 有绿点和黑点的 重要的是在3月3号开始 已经能在污水里面检测出 这个独特的Delta的序列了 拿到这个序列之后 立马这些科学家就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这些污水 有人是阳性了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知道说我们这个地方有阳性了 只是个预警 因为每天全国上下20多万患者 你跟我说这边发现一个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个有意思吗 没意思 但对我们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 那如果说我们监测的是 比方说我国现在境内原生病例 全部都在福建省的话 还没扩散开来的 看一下宁德市 旁边的三明市也好 龙岩市也好 假如现在已经实施了 像MIH教授所说的 各种模型下的污水检测 那他们的污水系统里 有没有检测出病毒的RNA序列 是不是我们说最保守 可以作为一个和你每天 大家都要做一次核算 相印证的一个证据 就是到底有没有阳性 而且大家都是PCR增幅 污水检测的灵敏度也是非常高的 这个我认为实行起来成本要低的多 而且是一个你只要一开始 全国都可以 全国上下都有污水都要处理的 一个大家都可以去学习 推广的东西 我们说疫情常态化 那么污水检测 它也可以做常态化 但这个就涉及到说 我们本来污水处理 就本着只是去处理污水了 但你现在要想着说 我就要涉及到之后的传染病防疫了 那你这个污水哪儿汇聚到哪儿 是不是可能还涉及到一个污水管道 你要改道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但起码我们可以做到说 哪一些比较符合我们现在觉得 污水汇集模型的 可以先做起来 先试点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我给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 但这一个污水检测的方法 也面临一些问题 我不是搞污水处理 所以我对这个不能说是很了解 但第一个 除了我们说的污水改道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去处理的人员培训 因为我国明确你要零确诊 你看全国上下所有污水检测的地方 全要大家去培训的话 培训的这个水平良好不清 我们又是假设发现的时候 应该只是一到两例病毒携带者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去了 那么他们导致污水中 能被检测的病毒的量 是非常少的 假如你技术不过硬 可能会产生大量什么假报警 或者说其实有了 但是你这个技术不过关 你没测出来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又涉及到 另外一个我建议的东西了 就是起码我们可以在 比方说隔离场所 林某某他是在厦门做的集中隔离 厦门他的检测 技术人员物质水平 应当是不会出现 培训之后依然不符合标准的 那么对于这些集中隔离场所 基本上都是和机场在一起的 让他们先试点做污水监测 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想法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居家隔离和健康监测 事实上我本人回国的时候 居家隔离也就是等着 发现什么 我发烧感冒流鼻涕开始了 有那种发烧症状 并没有能够良好的抓紧这段时间 减少病毒可能传播的可能性 说人话就是 你在家隔离的时候 每个社区就都给了这些家庭发 抗原快晒试剂盒 应该是可以的 也加上一些这个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 每天测一测 甚至早晚各测一次 这是可以吧 抗原快晒试剂盒并不是很贵的 这远比你在家里待七天 就等着我是不是头疼感冒 有症状我在汇报社区 要及时有效低成本的多 不然的话 你这七天其实在给病毒机会 如果觉得这个东西 国家负担财照有问题的话 你抗原快晒试剂盒 可以是国家统一采购 或者是地区间统一采购 自费购买 把成本降到最低 都是可行的 所以说我提出这三个建议 但是对于我国的宏观防疫来看 Delta的确是比较厉害 更不要说我们昨天说的MU了 基本上是防不受防的 我们要根据病毒来变化 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 这么多的人 全要跟病毒来变化的话 其实我相信做得好 对提升我们国家 整体的一个行政能力 是有极大帮助的 如果说近期有从国外回来 人员的家庭 也希望大家现在就可以着手考虑说 我说抗原快晒试剂盒了 真的是非常有用 而且不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 对于福建疫情本身 我们还要进一步等待 因为大家不要期待说 明天突然一下福建 也没有新增疫情了 应该说是会有的 它依然是会处于一个上升趋势 但是我们把它控制住两个方面 第一个你不要向外扩散 第二个就是你这里 到底有多少人已经感染了 我们要应收进收 有的人他可能 我刚感染还不知道 病毒还要繁殖一会儿 等到他没有新增的时候 把Delta疫情消灭 我国际空中间的专家 对这个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认为国庆假期 大家肯定是能正常过的 所以说让我们期待 进一步疫情的这个信息放出